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甲板上方 特拉沃尔塔盛装出场 一贯自恋的风格并没有什么改变 抽根烟都带着狂样 一番指点过后 战役的目标已经确定 刮达康纳尔群岛 这是一部反战作品 电影从开始的田径生活 直入战争的暴力与血腥 在强烈的反差里 反战主题呼之欲出 当战事逼近的时刻 每个人都在焦虑 绝望 恐惧 却无奈地在疯狂渴望权力的将军的命令里前进 身边的生命和轰鸣的枪炮 伴随着他们一步步走进地狱 岛上的动物也被绞进这无尽的胶灼里 生命在这里被残杀 被亵渎 呼唤上帝的最后一缕希望 也被身边的现实扼杀 这里就是地狱 如果世间只有一个 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希望 只有互相的杀戮 为了虚假的谎言 权力的牺牲 这是战争唯一的真相 英雄主义不过是权力争夺的 欲盖弥彰 尊重生命的连长被霸指 眼神充满灵性的怀特 最终因保卫战友而牺牲 正直和良知不会在这里彰显价值 战争的残酷不是和平时代的人们所能想象的 热爱和平不是一句空话 是最基本的人道义 我想把对自然与人的思考引进战争 这也是本片最成功的地方 把人还原到最初的状态 最好的办法就是战争 因为战争是人类最丑恶的状态 但自然能救赎人类的丑恶 它让人类在自然的残酷中看到自己 在自然的谦卑中找到自己 在自然的宽大中忘掉自己 片子的最后在寂寞的太平洋沙滩 有一块石头 石头的一边却突兀地长出一株植物 我想这就是怀特的灵魂 也是每一个在这里奋战过的士兵的灵魂 也是自然的灵魂 好了今天的故事到此结束了 关注九匹 每天一部好电影 每天一个好心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